如果没有十分必要,尽量避免去的几类场所,麻将馆,歌厅,舞厅,娱乐场所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就比如澳门很多赌场,里面会有一些写法师养了一些恶灵,当我们进去以后,刚开始他会先把我们身上的火把,人的洋气拍灭举斩,拍灭以后,我们的财运就会受到他的控制,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拍灭,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被拍灭, 因为每个人进入赌场都是抱着贪心去的,紧紧去旅游的少,拍灭以后我们身上的洋气,财运在当下就会降低,可是往往刚进去以后还会让我们赚点钱,给我们一些筹码,激起我们的贪欲,再往后就会受一些魔的控制,然后越陷越深,我们要不停地避开这些阴气能量的干扰,有些地方该不去就不要去,当我们的定力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时, 我们必然被这种环境所转,而无法转这种环境